大家好 今天是1月8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卑士今天增加617宗確診 18人憶望 烈士Superstore兩職員確診 警察熟悉男子 烈志文公園深宵被人槍殺 相信屬於幫派仇殺 烈志文懷孕女子暴行回家途中 被陌生男子呼叫追逐近200米 卑士衛生官員今天繼續公布最新的新冠疫情數據 省內今天新增617宗確診病例 累計56,632人確診 當中320宗來自非修衛生區 139宗來自溫哥衛生區 目前的活躍個案達6,118宗 當中358人需要住院 包括75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另外有8,755人證受公共衛生監察 省內再有18人疫亡 累計人數增加至988人 而至今有48,205名患者已經完全康復 本省目前疫情已經有46,259人接種了新冠疫苗 此外,超市集團Lolo今天指出 位於列治民的Real Canadian Superstore超市 有兩名員工確診新冠病毒 而他們最後的上班日期分別為12月31日和1月6日 其他省份的疫情方面 亞省的確診病例增加至109,652宗 安省28,394宗 灰省223,106宗 全國的確診總和達644,348宗 疫苗人數方面 亞省至今有1,241人死於疫症 安省有4,882人 灰省有8,606人 全國的疫苗人數達16,707人 另一方面,根據John Hopkins大學公布 截至於今天,美國最新的日增疫苗個案為4,085宗 而美國日增的確診個案亦有超過27萬宗 卓能聽力中心由李智蓮博士主理 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現在的助天氣還有超級優惠 聽力有問題?快點來Land Sound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李智蓮博士談談吧 列治文奇竟昨晚在西南區發現男子中槍 但他被送院後不治 警方初步認為本案是有目標作案 而這次已經是最近2個星期內第4宗同類型的槍殺案 BAC整合空案調查組發言人張芬表示 列治文奇竟在昨晚8時半左右 直報導Garry Street駕Phantom 1 Place處理一宗槍擊案 警員到場後發現29歲的受害人Anise Mohamed身上有槍傷 他立即被送往醫院搶救 但最後還是不幸身亡 Mohamed和在過去2個星期內發生的槍殺案受害人一樣 都是警方的熟悉人物 所以警方初步認為本案和目前在低陸平原持續的幫派鬥爭有關 張芬再次呼籲有線索的民眾 特別是在幫派鬥的支持者 盡快與警方聯絡 終止這場危害公眾安全的廝殺 今天可以看到警方將Steve Stence Community Park一大封鎖 而距離案發現場不是很遠就是McMath中學 學校門外也可以看到有警車停泊 列治民劇警發言人劉敬蓮表示 這種危害到社區安全的行為完全不能被接受 一名居住在列治民35歲左右的華裔W女士 昨天下午5時20分 在Bunday Road及Gilbert Road附近 被陌生男子尾脫並且沿途追逐近200米 幸好W女士反應機警 一路狂奔回家及時擺脫危險 一個穿的是深色衣服有點像深灰色 或者說是黑色這樣的jacket和褲子 一個男的 但是我看不清楚 因為只是一個外輪廓 它大概離我三四米左右的一個距離 已經很近了 因為我當時我的速度是快走的那種速度 大概在5.5左右那種很快的那種速度 然後它在後面的話 它是有點類似像奔豪一樣的在我四米左右 三四米左右的距離 但我本能的反應是因為我沒有做錯事情 我也沒有落下東西什麼都沒有 我就正常地在路上行走 如果有人那個時候在身後對我笑著的話 我本能的反應我就是拔腿跑 趕前跑了大概一兩百米左右的時候 我回頭看了一眼 因為我想看看它 我是不是誤解別人會怎麼樣 結果當我轉頭看的時候 發現它在我身後追我 因為我當時起步跑是跑得很快的 但我回頭看了它發現它還在追我 那我就斷念我的確是遇到壞人了 它已經在今天上午報警 警方之後打電話給它 說附近的攝錄機都沒有辦法拍到事發的行人道 所以未獲得任何攝氏男子的相關訊息 警方提醒民眾 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 可以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之下 向周邊的住戶或者車輛求助 溫哥華士丹利公園出現具攻擊性的膠囊 由膠囊咬傷慢跑人士的小腿和腳踝位置 被視保育官員服務處表示 士丹利公園出現膠囊並不罕見 不過這個舉動就令人擔憂 官員相信有多過一隻的膠囊被人類餵食 提醒公眾遠離公園附近的地區 又說現在公園的報導已經關閉並貼上告示 如果民眾遇上膠囊 最好揮動手臂 大喊大叫 並向膠囊投擲棍棒 石頭或其他物品 今天凌晨4時左右 1號公路不溫西行方向 近懶參加交匯處 一匹貨車駛離高速公路時撞倒橋處 司機受傷要送往醫院 由於擔心交匯處的結構完整 1號公路暫時關閉 嚴重影響朝早繁忙時間的交通 貨車漏出的柴油 令到一段很長的路面變得十分光滑和危險 警方要出動運沙車清理 47歲的司機在蘇里居住 他因為不清醒駕車 和在禁洗期間駕駛被捕 警方證咒事件進行調查 一輛RDC駕車在時速限80公里的路段 以時速145公里行駛 蘇里王家騎警將車扣押 更提醒民眾超速駕駛要付上昂貴的代價 王家騎警說 最近不少人違反隔離規定被罰款1150元 提醒所有入境本省的國際旅客 必須按照規定進行14天的自我隔離 他本人是絕對不允許同樣的事情在加拿大發生 杜魯多今天在記者招待會上說 我們目睹的是現任總統和其他政客 去煽動暴力騷亂者對民主作出了攻擊 儘管這件事令人震驚 心感不安和令人悲傷 但是這個星期我們還可以看到的就是 暴力在我們的社會是沒有地位的 極端主義是沒有辦法違背人民的意志 他説政治領導人所用的話語 是會直接影響到個人和機構的行為 在這次的恐怖事件發生之前 每個人都聽到特朗普所說的是什麼 美國發生的事件提醒了大家 民主不是自動擁有的 在我們這個國家 任何人都不應該認為民主是理所當然的 作為加拿大人 我們有責任繼續保持尊重 以不同的觀點進行實質性的接觸 絕對不會掃諸暴力來影響民眾 美國國會刪斷的事件 令公眾對驕傲男孩這樣的加拿大極右團體 所構成的潛在威脅產生憂慮 聯邦公安部長的發言人 透露會不會將這個驕傲男孩這個團體 列入加拿大的恐怖組織名單 但是他在聲明中說 我們強烈譴責諸如驕傲男孩這樣的組織 這些組織仇視女性 鼓吹白人至上主義和美化暴力 不容忍和仇恨在我們加拿大是沒有地位的 我們最大的責任是要確保加拿大人的安全 要履行這個責任 我們的政府和機構 必須跟上不斷發展的威脅和全球的趨勢 例如白人至上主義 當我們發現某個組織符合了刑法規定的門檻的時候 我們就會將他們列入恐怖組織名單裡面 工作簽證過了期或即將過期的國際留學生 聯邦移民部現時允許你們申請一個新的工作簽證 有效期是18個月 可以繼續留在加拿大 為職類工作經驗申請移民創造機會 據國際留學生在加拿大工作的政策 一名從聯邦政府指定的專上學院 畢業的國際留學生 根據他學業的長短 畢業之後可以取得1至3年的工作簽證 國際留學生取得的加拿大工作經驗 是未來申請移民的關鍵條件 聯邦移民難民及公民部長表示 新政策可以避免那些工作簽證到期的國際留學生 被迫離開加拿大 幫助那些受疫情影響 而沒有取得加拿大工作經驗的國際留學生 繼續找工作 未來獲得移民機會 他特別強調 我們向國際留學生發出的信息 是明確而簡單的 不想只給他們在加拿大留學 我們也歡迎他們移民 疫情嚴重衝擊了加拿大移民引進工作 2019年只有5.8萬國際留學生成功申請移民 2020年估算實際印進各類型移民20萬人 完成本年34萬移民目標的60% 去年10月聯邦移民部更新了2021年至2023年移民引進目標 依然維持每年引進超過40萬人的歷史最高紀錄 他最後表示吸引包括國際留學生在內的海外技術人才 移民加拿大 將有利於加拿大經濟在疫後恢復 填補勞動市場的急需 混國華明天1月9日星期六的天氣預告 預測早上天情有薄霧 下午會進圍多雲 溫度最高有7度 晚上間中有雨 溫度最低只有3度 前年8月13日機場的和理非示威 内地南虎國豪遇襲的案件 今日是區域法院判刑 戰王淚村長包衛芬和另外兩個男子 被裁定暴動等一陸罪罪成 各人分別被判囚4年3個月至5年半 在辯方求情的時候 手臂過賴雲龍提到 事件對公眾的滋擾和社群影響不大 因為事發時機場早已停擺 但是法官李慶蓮隨即就說 當時《蘋果日報》的網上直播有網民留言 這些是香港的青年來的 又說事件傷透香港人的心 說香港是和平之都來的嘛 搞亂了些事 而次被告包衛芬說有腦部病患 令她比較衝動和容易受到煽動 希望可以減刑 李官就說上訴庭有案例指出 社群案件判刑需要考慮對社群的影響 如果可以接達辯方這個說法 她就真的錯到無可再錯 又說你都知道現在基層法官的情況多麼嚴峻的了 待會又有些政客說要司法改革 李官之後引述一宗案例和包衛芬 另一宗復仁的社群案件判刑 說需要考慮腦部病患和犯案的結果 同時重犯有加營因素 多次叫控方就此層次給下一些意見 不過控方只是說同意李官可以參考這兩宗案件 並表示控方需要將守律政司的檢控守則 難以提供更多協助 李官隨即批評律政司在現在原審的時候 不就刑期表明立場或者給予協助 直至未來上訴的時候 才在上訴庭積極表達意見 令人覺得下級法官有錯 質疑律政司的做法 是有造績像說他人仇恨法官 又說律政司一塊鐵板一樣 都不知誰要改革 而到了判刑的時候 法官李慶蓮指出 本案是一宗嚴重的暴動襲擊案 而懲置屬於中度罪責 當時眾人對副顧號將行禁錮 侮辱、謾罵、毆打等濫用私形式的不文明行為 除了傷害副顧號令他經歷50分鐘 亦令公眾感到痛心和失望 李官又說雖然案發地點在機場 遠離市區和運居 但機場同時是香港通去世界的窗口 是其中一個地標 所以本案結果除了令副顧號受傷 亦令世界質疑香港是否還是安全 令香港人建立和平示威之都的聲譽被即時摧毀 李官又認為激進示威者當時被狂妄征服理智行為瘋狂 除了繼續襲擊已經到地的副國號 以及阻礙救會員請救他 亦幾乎波及時任立法會議員的郭家琪和張蕭雄等 前來勸阻的人被一般街頭的暴動案嚴重 所以示威者無疑是極具挑撥性、侮辱性和侵略性 再出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 所以在衡量各被告在案中的角色和其他罪行後 判賴雲龍監禁五年三個月 包衛芬監禁四年三個月 當中三年和復刑中的刑期分歧執行 而何家樂則判監五年半 律政司長鄭若驊的老公潘學圖 早前被揭發他在屯門的獨立坡外面有簽建泳池 經審訊後被裁定一項違反建築物條例 票控罪名成立罰款兩萬元 潘樂圖其後就定罪及判刑提出上訴 但上訴後被駁回 高等法院在今天頒下判刺 潘樂圖被控在17年4月2日至18年1月9日期間 身為小南樂趣街5號海斯別墅的擁有人 明知未事先獲建築事務監督的書面批准及同意 就是該處展開及進行建築工程 正是建築一個水池構造物 違反建築物條例第14及40條 施磅的泳池寬2.5米 長4.65米 高1.24米 潘樂圖今天沒有延伸法庭 就上訴方自鑽設保安泳池不涉及建築工程 或者是建築作業等的工序 所以認為泳池不屬於建築工程 法官杜麗斌在判辭表示 條例雖然沒有詳細列明何謂建築工程 原意亦只為即時擴大建築工程的定義 道官自鑽條文已經表明 排水工程同樣是屬於建築工程 本案亦涉及建築木板圍繞泳池的工序 所以認為涉磅泳池符合建築工程的定義 道官亦同意原審裁判官所說 雖然涉磅的泳池可以被移動 拆除泳池的本身亦不是難事 但由於泳池同時被木板圍繞 令到測試的工程牽涉重鋪路面的工序 加上泳池融入了獨立屋的設計 認為泳池有一定的永久性 不屬於臨時或輕便意愧的結構 至於上訴方爭議本案定罪 只是屬於技術性 潘落圖只是初犯等 認為2萬元罰款過重 道官則自鑽本案控罪的最高罰款是40萬 認為本案的罰金並非過重 也沒有原則上犯錯 所以駁回上訴 再有大量警務人員及親政府人士 個人資料的網站香港編田市 昨晚發聲明說 用部分香港網絡供應商的服務 無法連線到這個網站 據了解今次是香港國安處 首次引用港區國安法第43條封鎖網站 香港編田市的總編輯陳彥欣自春 與網站的支援者溝通和調查後 發現香港部分網絡供應商 在處理連線至本站的要求時 故意將使用者傳送的資料拋棄 使使用者無法得到本站伺服器的回方 從而無法觀看本站的內容 而與本站共用同一IP地址的其他網站 亦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就現時的跡象及證據 有理由相信香港的網絡供應商 主動封鎖本站內容 而當中說涉及政府部門的要求或合作 警方回應說不評論個別國安 但是自春根據港區國安法第43條 警方可以要求服務商對發佈在電子平台上 相當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 或相當可能會導致 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發生的電子信息 作出禁制行動 警方採取的任何行動會按實際情況依法處理 也許多人談判 有啊有啊 大概大家都在面對差不多的處境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積極點 你都開工了嗎?你去北京 我就是 我自己就比較 我沒有跟發哥去行山 但其實我自己都經常去的 我昨天才去完 我多陪了我媽媽 我媽媽有一點點病痛 我多陪了她 家人又沒有停去 大家都被迫著相處 那當然有很多 被迫著相處 很多人因為這樣而離婚 你有沒有 你和你老婆有沒有拆出火 愛過以前 愛過以前 那 阿女兒 阿女兒 我比較煩 因為你經常都不用上學 你說那些父母沒多煩 是不是 不是她煩 她當然沒所謂 那你要看著她做功課 又看著她打爛 你又要說她 說得多又怕傷感情 說得多又怕傷感情 十四歲 你長大了 不用你看了 不用說了 都不是的 都要說的 這麼危險的年齡 我怕你拍拖 好怕的 拍拖 自己都會的 是 是 無論她 拍了嗎 應該還沒說 你不說問嗎 你是不是不說你知 我 還是你不知道 我們不要說這個問題 我和她相處得不錯 因為我和她能夠做到朋友 當然做得朋友就不一定是 就是你壓不住我 但是就有辦法談 太太呢 那和媽媽有沒有辦法談 她是欺負媽媽多些 我問她 你現在想讀什麼 想做什麼 她每次都說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她到什麼時候才知道 她都是小 十四歲 很小而已 不是的 她的同學都知道了 這麼早就熟悉了 是啊 她自己不知道 是不是習慣了媽媽幫她計劃 我就最怕你這句 你想入行 最怕你就是跟著你們 是啊 是啊 你看看爸爸我又要入行 不是啊 因為我害怕 我害怕的原因是 因為我的血液是這樣 我太太的血液也是這樣 是啊 她的血液不是這樣 都不相信 最慘的 是嗎 我覺得她唱歌都挺好的 演戲就未見到 因為在我面前演不到戲 我的戲 一演戲我就知道 太著跡 要在我面前演戲 你也想定了 我不想了 有她自然發展 說就儘管這樣說 要做 我也是說回倒轉那句 我年輕的時候 做這麼多錯事又行嗎 你自己去選擇 你自己的東西又行嗎 我就不行 我覺得都是 做父母的都是去支持他們 今天的新聞是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祝大家有愉快的週末 下星期再會